张女士住在绍兴岳城区 5月20号晚上 她在抖音上刷到了望红手镯加工定制直播间 她跟我说是飘冰花的 我就被这个飘冰花的吸引了 你平时是也比较喜欢镯子 对对对 我长期喜欢就是玉啊 就是玉不是也是粉翠嘛 也是都是玉石一类的嘛 在抖音直播间看确实这么好看 她跟我说 我给你拉个压箱底的就是最好的嘛 张女士拍下一个20块钱的订单 说是订金 后来她就加我微信了 为什么要加你微信 她说尾款要在微信上付 她说我们好联系 到时候要是假如有什么事情 我们联系退换都好 张女士说 后来直播间里又展示了各种颜色的玉镯 她越看越心动 意识没有杀住车 接连下单 一共买了四只手镯 除了订金又支付了3980元 哎呦她就说可以退 我就抱着可以退的态度 我就说买四个假如不好看 我反正说好看的 我留下不好看的我可以退嘛 5月24是中午收到的 打开看了我就看一看 就不好看 我就对比对比 有什么问题具体讲一下 就是里面又有气泡又有抠手 反正看起来 抠手是什么意思 抠手就是说上面有裂痕 就是有呱呱的那一种 不要说毒龙玉了 连玻璃种都算不了 连玻璃都算不了 我怀疑这个是就是注胶 看到没有 这地方还有一个瑕疵 这么大一个瑕疵 还抠着我 关于手桌里面有气泡的问题 商家说 这是棉 待一段时间就能化开的 你看我这个棉 看到吗 你这个是棉 对 我又不是傻 那我手上明显的有一个真的 那你给我寄过来 我四个都套在一起 都是不是 我都已经对比过来 然后我就跟他退 他就他就说可以可以 我就拿到基地去 他说你别着急 我要在基地去给你申请退 那后面下文了 到下午了就不理我了 从5月24号下午开始 商家就再也没有回过消息 证书上 手桌的鉴定结果是石英盐玉 俗称独龙玉 检测机构是中全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 张女士说 他把玉镯拿到珠宝店去撑过 实际客重跟证书上的客重对不上 他们说这个证书是他们家的 他说这个玉镯也是在他们家去治检的 他说他漏上掉包了 他说我不知道 聊天记录中 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让张女士捋清思路 这是商家的个人行为和机构不相关 客重对不上是套用了证书 建议去付检 退货 退款 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 我开始你要是好端端的说 我留一个两个也都 我们大家是吧 也就和平了 你现在既然不理我了 我造成我这几天的精神 那就是很郁闷的 现场拨打微信语音电话联系商家 没有接通 拨打快递单号上发件人的联系电话 听到了这样的语音提示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口 请您查证后再拨 抖音商20元的订单已经退款成功了 店铺是望红工厂定制 营业执照上的名称是广东持亲院贸易有限公司 公开平台上搜索到的联系方式 也一直没有接通 记者发送了信息 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 张女士说 她会去咨询一下律师 也想给大家提个醒 我也没有踩过坑 我也没有多想 我要多想了 我也不可能拍四个 看到这个直播间 或者说网上都不要再买了 记者把张女士的遭遇 反映给了抖音平台方面 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1818黄金言记者绍兴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袁住轮廟 房间 本币 广告 广告